市场行商课堂回答这个问题 刚上一个月的班发现在公司真的待不下去了 你会马上走呢 还是留到发完工资再走呢 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 首先说我觉得我应该 先找我的同事或我的领导或我的上司 来仔细地去谈论一下 我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合适的地方 或者是有哪里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先把工作理清楚理明白 如果最后确实发现 是我不适合这个公司 可能我会正式提出离职 按照公司的流程 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首先的话你不是说一味的忍耐 那你知道提出沟通 敢于争取自己的利益挺好的 我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看似有那种责任心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想两头都讨好 我们并不能去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把感情分打得太高 其实这个样的话对于他来讲 是一个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选择一份工作的话 就这家公司只是一个开始 他后面能不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才是我们和我们的候选人 共同去思考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他还是有那种追求 他就是想我要那个非常完美的 那样的一个环境 但实际上的话他要对自己的那个能力上 又并不是特别的自信 康尔特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错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他首先这个问题问的是你走还是留 可是他选择了第一步 我要先去沟通 我的工作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这是很多职场人士考虑不到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 我走会不会对公司目前手头上的工作 有没有影响 对工作有没有影响 第三件事情 才是考虑工作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所谓的行程考虑 你告诉他的犹豫在哪 原因是在于说现在有很多人 是说这个工作本身我已经不适合了 你会马上走 还是留下来等着发完工资再走 而并不是问你说 你待不下去了会怎么做 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问题就化得更多 其实这道问题问出来之后 提干所列明的内容 会让很多刚刚进入职场 没有太多职场经验的人 把目光聚集在最后的两句话 对的 你是走还是发完工资 对 就很多人会钻的那两句话 我要是拿完工资再走 是不是我这人就特扣啊 我要是这个不拿工资 又不是显得我特虚伪啊 但是他没有针对于这两句话回答 他针对的是我为什么要走 我走之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是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他回答 很好啊 是超过了普通年轻人轻浮的概念 对的 情商很高 我会认同图列老师和 对啊 我觉得就是他情商高的表现 责任心事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他回答的 潜在一个意志在哪儿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够自信 但我觉得他刚才回答的 这个问题本身 倒并不体现他多少情商 他本身人就这样 对 人就这样 这很实践 来吧赶紧吧 岗位 你愿意做销售吗 我会优先选择 市场运营管理这一类 但销售也不排斥 对 第二轮选择取火力 还有五盏灯 五千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岗位是新店客户拓展专员 我给的是会务执行 那你工作地点在深圳 我可以帮助你挖掘更多的这个企图心 在我们这个岗位上 你能得到很好的训练 也许能够实现你买房的梦想 六千 对 运营专员 这边给的是一个市场专员的职务 课程顾问 就是销售岗位 工作点帅北京 五千的月薪 要不要问一下领导的意见 有哪两盏啊 我选 这样你背过来 我看看你选的 跟他选的是不是一样 这个 还有哪个 好 请坐 哈哈 验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们俩不是很心有灵犀吗 不是要共患难吗 要买房吗 真情是否揭穿就在死一瞬间 来 灭三盏留两盏 我等着看好戏 谢谢你 第一步 他也不怕灭错 谢谢你 陶老师 哇 副长副长副长 哇塞 尤其尹峰 刘婉清 谈牵不上感情 这个默契真是 太有心有灵犀了 哎哎 领导高不高兴 高兴 简直是你肚里的蛔虫 这新桌要谈吗 我想谈 要加到多少 如果能加一千的话就可以 为什么要加这一千 说理由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在现场的表现 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没表现出来 我觉得我拿这一千 进入企业之后 能发挥出这一千的价值 但是这边已经满足了你的预期了 那这不是谈钱环节吗 加吗 刘婉清 加一千 但是可能你的提成会减一点 所以你要提成更高还是要底薪更高 啊 你算得太近了你啊 那我选择提成高一点 嗯 就是不加了是吧 我加了 那写上去 我要的就是这个回答 写上去 我觉得一录下来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想要的 我就觉得他缺少一点点药的感觉 而我希望这是未来真能帮他买房子的唯一的 叫你要刺激他的挑战欲是吧 所以谈钱不伤感情的这个环节是你有能力可以谈钱 被逼估的能力可以谈钱 而不是你虚高地认为我都可以去谈一下钱 这是两个概念 你选谁 用手指告诉我 OK 请坐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哎呀 结不结婚就在此一群了啊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意 去吧去吧去吧 啊 你是咖啡的 特别好 大概有远大的前程等着你 特别喜欢你 但是在咖啡之意如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记得要回来找我 来 谢谢 咖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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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之意